今天我杨牧师和北德里教会的陈华堡官司 来到安养中心和江妈妈拜年 我们跟江妈妈拜一个新年 祝福江妈妈身体健康灵魂兴盛 我们要请監事拜个年 来 今年这个农历青年刚过没多久 杨牧师跟我来为这个老人家 先拜个年 拜个晚年 使他能够在这个老人安养院 能够有这个自灵的亲自来为他服侍老人家 使他能够在这晚年的生活 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 虽然是说我们空间 又是说我们宽广 但是我们心 像是神 我们生活在神的爱里 神的怀抱里 阿们 神心灵能够得到神的美好的 关心祝福 阿们 神心灵能够得到神的美好的 帮助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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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歌呢 叫做奇妙的双手 奇妙的双手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一二三 三 来 陈有一双手 照盲着聪明 神明 见光 焕然一起 他奇妙的双手 他奇妙的双手 常抚慰着我 令我 就像光明 奇妙的恩典 让我要得到美好的新生命 我永远歌颂 我永远赞美 你那奇妙的双手 哦 主 你那奇妙的双手 哦 主 你那慈爱的双手 第三行 奇妙的恩典 让我要得到美好的新生命 我永远歌颂 我永远赞美 你那奇妙的双手 这首诗歌 是用奇妙的双手 来表达上帝的爱 上帝的手 有丝双有丁痕的手 上帝的手 是一双有丁痕的手 巴痕 就是巴痕 常常带给我们 伤痛的回忆 没有人喜欢巴痕的 好多人不喜欢有巴 巴是伤口的 留下来的一个技巧 伤口留下来的之后就是巴 上帝的儿子也有一个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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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巴就是丁痕 他那张手有丁痕 上帝的儿子 为什么会有一个伤口呢 因为他为我们每个人的罪 丁在十字架上面 丁在十字架上 所以呢 每个人 我们的罪得得到赦免了 每一次我们想到这双手 想起这双手 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手 好上帝哥所提到的 就是 让忙的人 就是忙的人 可以重见光明 可以重新看到 很多人是我们的心 是看不到耶稣对他的爱的 很多人看不到耶稣的爱 很多人看不到耶稣的爱 很多人看得到 人家对我不好 人家赞我的 别人欠我的 很多人都是看到自己没有的 但是 上帝爱我们呢 他用那张双手架 告诉我们 你要看你有的 你要看你有的 也让我们看到 耶稣的手 抚慰 安慰了很多受伤的灵魂 耶稣的手 也会安慰身边很多人 要让忙的人 看得到耶稣的 瞎眼的得到看见 斜腿的可以醒走 悲的人可以走得回 耳朵 听不见的可以听见 他用他那双手摸这个人的耳朵 他就听见 聋的人可以听得到 为什么这双手要这么有能力呢 为什么这个丁恒受伤的时候 这没有能力呢 因为天父的爱 因为上帝的爱给我们 那我们可以 诗哥讲到的 生命能够见光 昏蓝一新 耶稣就是光 有耶稣的人 他是有光的 他是有生命的光的 这个光是温暖的 他能够温暖我们的江妈妈 温暖我们的江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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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 我们都能够有一个 新年的一个 我们的立志 立志靠主 依靠耶稣基督 过每一天 好好地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就能够喜乐 他钉横手给我们的就是平安 跟喜乐 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不朽坏的生命 从耶稣 住在我们心里面那一个 那一天就有了 所以牧师呢 讲一段话 读一读一段话给你听 好 牧师读一段圣经 给江妈妈听 这段神经是在提摩太后书 第一章 第一节 跟第二节 提摩太后书 第一章 第一到第二节 我用广东话来读 我用广东话来读这两节经文 奉神旨意 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 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第二节 写信 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 第一节 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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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惠 慈 愿 恩惠 慈 这一封是他最后一封信 这一封是他最后一封信 他写给谁呢? 这封信给谁呢? 就是给他 熟灵的儿子 提摩泰 是因为罗马斯 写给 一个年轻的 传道人 年轻的传道人 提摩泰 保罗 就离开世界 他被关在监牢里面 写了这封信 他希望可以 鼓励提摩泰 可以成为一位 很厉害的 很尽责的 忠心跟随耶稣的基督徒 和好的牧师 这段经文看到 希望 上帝的一种祝福 临到信耶稣的人 他提到 第一个祝福就是 恩惠 恩典 恩典是第一个祝福 这个祝福 给我们看到 什么叫做恩惠 什么叫做恩惠呢? 恩惠 恩惠就是我们 不会得到的礼物 恩惠就是我们 不可以得到的礼物 比如说 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买门票 我们就可以到一个国家公园去参观 不是说不用钱 乃是别人帮我们买了这个票 好像我们刚过年 有的人就是会到游乐场所 为什么不用付 因为爸爸妈妈帮他买了 不是不用付 是别人付 是别人帮我们 那些人帮我们 帮我们付出的代价 买了一张票 我们就可以去看电影 参观一些博物馆 或者公园 参观一些地方 不是说我们有特权可以进去 乃是有人帮助了我们 这个恩典 这个恩典 其实就是讲到救赎的恩典 本来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提摩他也是有罪的人 那都要在罪中面对死亡的 但是因为耶稣的爱 那我们认识他 付了代价 耶稣的爱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付了代价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 这样的爱 其实是恩典 这样的爱是恩典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 知道 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付清这个罪灾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没有犯过罪的这个 独生儿子里面 才能够产观 只有在没有犯过错 没有犯过罪的 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身上 可以付清这个罪的代价 所以呢 这个恩惠 其实是保罗 告诉年轻的提摩太 他不能靠自己 靠自己 靠自己 达到上帝的标准 靠自己去爱人 这个恩典 这个恩典 是要靠上帝 靠人 是没有办法 持续去关心其他人 第二个祝福是什么呢 第二个祝福叫做 灵敏 什么叫做灵敏呢 灵敏就是盖罚的没有罚 盖罚的没有罚 比如说牧师 开个摩托车 开个摩托车 充了红灯 牧师 开电单车 闯了红灯 什么叫做灵敏呢 就是 什么叫灵敏呢 一个警察过来 要开红单给我 罚单给我的时候 就是这个 警察过来开单罚我 不守规矩 要罚钱的时候呢 却是 有个机会 就是警察说警告一次 不罚你了 警告一次 下一次不要闯红灯了 放过你了 刚好过年 就不罚你了 上帝的怜悯 就是这样子 第三点 我们看到就是 平安 平安就是第三个 我们看到上帝的祝福 什么叫做平安呢 什么叫做平安呢 平安 就是 不是美事 这叫做平安 乃是我们在患难当中